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卫生福利不经22日发布函事未来医疗机构或任何人若对他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可被疫情法或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就则最高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苹果报道,医事司司长石崇良证实这项消息并表示世界精神医学界已将性别认同排除于疾病名单,联合国本附随组织已认定同性恋或同治倾向并非疾病,因此一切尝试转换进倾向的做法不可被归为治疗行为,而是对人具有伤害及危险的行为。 石崇良认为民众若因性别认同疑虑产生心理障碍,可求助于心理师,精神科医师,但医师或任何人不得提供性倾向扭转治疗,否则会触犯刑法强制罪或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轻则罚还,最严重者可能会面临三年以下星期。